那大家也可以再 喔 郭大哥再来两次 那因为那个安排时间的人 那个安排人太差了 就是中间 我现在带妇姨吗 那你要我微笑吗 哈哈哈哈 打字幕 哈哈哈哈 好 那那个 我尽量不要赞郭大哥时间 因为但是郭大哥还在吗 我们让他喘口气 因为他刚才挺好喝啥 那我就继续啰嗦 那郭大哥在哪里 那个 到中口 到中口 然后就是要 就是 因为我们老师今天不能拿 那特别请郭大哥 把这 那郭大哥会来两次 那两次中间那个 都是怪那个安排人 安排的不太好 所以中间 可能隔了两次 给他 主要是因为下一次 不能连续 请郭大哥连续讲两次的原因 因为下一次那个 孔老师要回来 跟大家再做一个开场 所以就中间可能隔个两周 所以大家如果心里有问题 一时问不出来的话 可以写下来 郭大哥还会再来第二次 那我自己本身是 蛮够问题想问他的 但是 那个 因为我翻译有些人很爱问问题 所以他爱问问题的时候 要抢了一下 不然当时会被某些人 一直站有没有 在脚趟自己 好 那那个 我们还是 让夫拉丁看看什么时候开始 那这边有 这边有多少位是重複杀 重複就是自身 就是旧身嘛 旧身 举一下手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位 不是 这边的旧身都没有听 所以我们有听过吗 就是都没有听过老师的歌啊 只有阿尔有听过 然后阿尔 然后那个 其实这边灯也有 前面有灯线关 没关系 前面 关 关在这里 关在后面 好 再关在 那 登场可以的帽子 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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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登人 我那个 因为 就想老师说第一节课 然后我 我 我也不知道 第一节要讲什么 我实在想一件事说 其实 大家来 都会有 既然说来报名台上 这可以自己心里可以想 那 我很想问说 因为现在很流行 所谓的公民记者 公民记者 那个 大家不知道 自己觉得说 自己想要当公民记者 就是说 来 然后很期待自己 能这样上完课 然后可以去当一个 很称职的公民记者 三分之一啊 然后 对 对 没有 但是我 可能要先跟 跟各位讲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我当然正直是记者 可是我一直觉得说 其实 这个社会真的不需要 你们的记者 而且 不必说 硬要套 一个公民记者 其实我觉得说 每个人 都有 都有权利去 去发声 以前 为什么会有记者 因为以前 不管是报纸或电视 他只有特殊的人 他可以在上面去 去采访去 去 去什么 节目去去做这样子 可是我必须要先讲一件事 现在是往路里有单 他已经颠覆了 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 特定的人 可以去当记者 但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 每一位 你也可以说自己是记者 可是我要返回事 其实记者在现在的时候 他会让他滑稽 我后面会跟他打架 其实现在你到后 这个时代 其实记者越来越不想记者 反而是在外面那些 说不管是 是 你说公民记者也好 独立记者也好 或者说自己去采访一些协议 他才像一个真的紧张 我觉得那是已经是 整个时代在转变 尤其现在所有的媒体 现在不只说 尤其王宗宏 不只是平面 甚至于 已经高干到他没剪接 他还可以跟电视一样 做很不得下 我一直 我要跟大家讲 我先鼓励把自己 匡势在那个记者的地理上 我觉得说 其实 去把自己想要讲 或自己身边的事情 讲清楚 通过美丽去发生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不管你是说一个 说不是的人 或是说地方的报告者 或者是 甚至你都说 你自己是一个 作者 什么都没 都是一个 一个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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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